这一火的话题赶快来关心中信金插旗赵峰金的案子 今天上午高院开庭审理了 但是中信金三名被告高层都不认罪 而且强调一审都是用推论来认定并非事实 他们认为估重量回台之后共称的内容有助于案情 而检察官也当庭向法官要求暂停审理 等估重量被调查之后再来重新审理 中信金插旗赵峰金违反证交法和银行法引爆红火案 三位前中信金高层被判重刑 前财务长张明田被判八年 前法务长邓彦敦被判七年两个月 前财务副总林祥熙被判七年六个月 五号二审首次开庭 这三位前中信金高层通通出庭 你有跟郭先生见到面吗 没有 没有见到他 那郭先生回来我们的诉讼策略有改变吗 会不会觉得郭先生回来对整个案件会有跟大家认识 诶 诶 刀事 希望 三名被告开庭时通通不认罪 后来审判长提起也是共犯之一的估重量反台 并且向三名被告问说 估重量供词是否会影响事实认定 三名被告都同意 其中前财务副总林祥熙更指出 一审判决争议很多 纯属推论 希望在二审中还原事实真相 至于检方则是表示 由于估重量正在接受特征组调查 所以提出二审暂停审理的要求 等到郭忠亮被特征组调查告一段落后 再来审理此案 不过法官并没有在当庭做出财制 中天新闻检证书陈乃杰台北报导